给大家分享一个适用于我们女生用的手指琴拿 可以通过这个手指呢 来在危险的时候达到我们逃生的一个目的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手指呢 是我们人身体中比较脆弱的地方 这个骨骼呢 很脆弱 如果说稍微大力的去掰扭 很容易折断 那么手指并在一起呢 这个就叫长了 握在一起就叫拳了 所以说呢我们在女生受到危险的时候呢 你要想办法去通过这一个手指来打刀 控制对方把对方给琴拿开为一个目的 比如说啊 我们在被人从背后抱住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时候呢 对方把你紧紧的抱住了 快速的移动呢 或者是直接把你给抱起来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办啊 迅速的去掰对方的一个手指 这样呢就能达到把对方给掰开的目的 比如说还是 我如果这样去把女生给抱住 那么你可以轻而易举的掰一个手指 那么如果说我把整个手都藏在里面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你再去掰 就很难了 因为我的整个手指都是在我的手臂的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大家要学会去压手指 怎么压的啊 压对方的这个大拇指 压这个手指啊 或者是推这个手指 大家自己尝试一下啊 非常的疼痛 那么向下压或者呢向外掰 都是一个很好的 这个女生可以用到的我们防身的技巧 对吧 在 只要用力的向回推 就可以把对方给推开 还可以怎么用啊 如果抓住对方的这个异领了 对吧 紧紧的抓住 那么你可以迅速的抓住这个衣领的情况下 对吧 迅速的向下扣 直接就可以把对方的手给扣开 那么这样呢 找到机会 我们就可以快速的逃跑了 我们女生呢 力气比较小 身材呢 也没有男生这么强壮 所以呢 在防身的时候 一定要利用对方比较脆弱的这些地方 这样呢 我们成功逃脱的机会 才会大大的增加 对吧 好了 这个 机会 我们 begins通过 回家 物chuss